为了改善基层建设 县长黎明珍会同公务处及农业处同仁 前往草屯镇、土城里、双洞里等会看住宅排水沟阻塞 农路破损等改善工程 预计发包后尽速修复 保障民生基础建设 县长黎明珍会同公务处单位 首先会看土城里中正路192项现有水沟 因碎尸老旧且狭窄 民中反应遇大雨时 常因为排水不及造成淹水 之后并有农业处同仁 前往霜东里会看南坑野溪中段 天才桥上游 既有顾双工基础以外漏 西床掏刷至基础下约一公尺深 两次户案也有掏空情形 将进行补强工程 这些路面都已经连久失修了 丹麦家已经都损坏了 丹麦家的酒店都已经损坏了 很危险了 所以今天来费砍 管政府因为减费也是真的困难 但是为了我们地方的索要 为了地方的交通 还有大家比较安全的路 所以我们也是借也借出来做 另外双东里三茶巷至九分二三部分浓入难形 临建的会堪之后 同意重新设计施工改善民众生活品质 所以我们会尽数地来 利用这次当月时间 比较不好 要快来施設做好 然后我们的乡亲过年 有一个比较好的路面来逛 这真是必料的 县党林明珍指出 此次快刊多为年久石修农路 路面严重破损以及下陷 部分排水沟则故意狭窄 大雨来临时排水不及 为了地方需求与民众安全 千福将利用冬季较少下雨时期 尽数规划施工 让乡亲拥有更好的生活环境 据者周光佑 赵春正采访报道